我们欢迎爱问团 大家好 我是最近有点咳嗽的胖胖 胖胖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资深团长 乐天派健康达人 实力派演员 主持人 胖胖 早上康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最近有点上火 长痘都不好看了的吴清 吴清 爱问团颜值担当 90后美女主持人 大家好 你没病啊 我是我估计我要点上火 我最近经常口腔溃疡的红阳 红阳 你是养生会爱问团活力担当 实力派演员主持人 果然都病了 各位是怎么了 都是跟这个嗓子 或者是口腔有关系 要么就是长痘痘 这这这这块上火了 要么是吹泡泡 要么就是咳嗽 最近怎么了 上火了吗 天气上火了 对 反正我们俩估计是上火了 对 上火了 确实啊 这个平常很容易就会上火 很容易就里边长口腔溃疡 对 这个大家都体会过 口腔溃疡什么感觉呀 疼 疼吧 对 而且是你这个地方溃疡 你吃东西你就 因为它肿起来了 就更容易咬 就一直溃 一直溃 就永远好不了 就是根本就吃不了什么好吃的 对对对 什么肉啊什么的 再好吃火锅都吃不了 就老咬着自己用 我们还是要请出一位专家 告诉我们 口腔方面的一些疾病 我们该如何去治疗 以及如何预防 保护我们的口腔卫生 让我们请到的专家 是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王金阳老师 有请 王金阳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口腔肠健病 牙齿修复症基等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主任好 王老师 王老师 各位好 老师 王金阳课科 饮食养生会 看到你们的医服 就知道口腔格外健康 好白哦 老师 这样我们言归正传 说到各位 今天所提到的病症 你看 有咳嗽的 口腔肾痒 有长痘痘的 还有口腔肾痒的 这些都跟我们的 口腔卫生会有关联吗 对 这个一定是 有一定的关系的 这一般表现呢 就是上火的表现 其实呢 符合一个就是 虚火上扬的表现 所以呢 表现在 在人的身体上就是 长溃疡 长痘 然后咳嗽 上交友火 这个呢 最好是 清热滋阴来去火 那这个如果说 我们长期处于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是不太好的 因为长期的口腔 溃疡 千言不遇 它会导致一些 其他的问题 如果千言不遇 就有一些就是内分泌 或者是免疫异常了 它呢就会比较严重的 会可能会变成癌症 我们就觉得 这个口腔溃疡 然后这个上胶这块 经常容易上火 然后它习惯性的这样 时间长了不加以治疗 真的可能会发展成 口腔癌吗 这个口腔溃疡的 恶边率呢 一般呢不是很高 对 但是呢它是有的 这是一定要确认的 同时呢 口腔溃疡分很多型 轻型的就是 简单的叫复发性 阿婆他性溃疡 就经常复发 但是很快好了 育后不留斑痕 严重的呢叫口炎型的 满嘴都是 疼痛难忍 什么都干不了 老师您说的 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我们这样子就是 对于这种口腔 咱的一块人群呢 老师也总结了一道题目 我们让各位一起来 做一做 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多少岁是口腔癌的 高发人群 A 20到30岁 B 30到50岁 C 50到70岁 各位请举牌 好 红阳选择的是 老年朋友50到70岁 而胖胖和吴清选的是 30到50岁 老师 到底谁正确 应该是C 年龄一定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因素 也就是说 他得有足够时间去刺激他 他才能够容易变成癌症 他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对对对 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说呢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应该是属于口腔癌的高发人群 当然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病 也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那我们就问问各位了 你们觉得口腔溃疡 一般会长在什么部位呢 嘴上啊 当然是嘴上 两边 大家都觉得是两边是吧 老师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道具 一个模型 我们让各位一起来挑选一下 你们觉得 它一般容易长在哪 你就贴在哪 来 有请 好了 那现在我们艾文团 就要在这个口腔图上来画出 他们觉得容易长口腔溃疡的地方 他们先来 我来画 第一个 他们肯定会想不到 哪里 我还长到舌头的边上 舌头边 就舌头边 我这是舌边 不是牙齿 这是我最容易长的地方 还有就是 哪里 这个嘴皮上 嘴皮里边内侧 这都内侧 我画这吧 嘴内侧 就这两个地方 好的 这是胖胖比较容易长的地方 好 接下来吴清 我比较容易长 一个是这个两侧 两侧 尤其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如果一旦有了溃疡 你就会老容易它凸起 你就咬到它 就一直好不了 一直好不了 这一块是有 另外一个地方 胖胖已经画了 就是我也是这样 就是你把它扒开 对 底下这块特别容易长 所以我再 你只是长下一边 上面不长吗 上面好像不怎么长 没长过啊 对 我给它标重一点 好的 它跟胖胖不一样的是 它的这个腮帮子里边 容易长 这块也会 好 来 洪阳 跟它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 它好多地方都有 我觉得牙银 牙银上面是吧 牙银正牙银上面 对不对 就是牙银旁边 牙银里头 里面的牙银是吧 不是你长外边吗 为什么里面也会长 然后我觉得 我最多的就是嘴唇 嘴唇上面吗 就直接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一副张嘴我们都看得见 对 起泡 我觉得这个画在上面吧 这个跟我们两位女生 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也没长过嘴唇上面过 好的 老师 这是我们三位艾文团成员 这个给出的答案 来 各位请回位 这个呢 临床上这些都见到 都比较多 但是呢 如果特别科学的解释 就是口腔溃疡 最爱发病在 黏膜和牙银 遗形的位置上 什么叫牙银遗形啊 什么遗形呢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 可以活动的那个黏膜 和那个不能动的牙银交界的位置 最多 哦 所以呢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 那夹黏膜呢 为什么它爱发作呢 因为它老和这个后牙摩擦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些地方爱发作 是因为它是非角化上皮 就不完全角化上皮 人的皮肤呢 是角化了的 对 所以你觉得是有皮肤的感觉 而黏膜呢 它是没有角化的 那么在黏膜和这个角化了的牙银呢 是有部分角化的 我们里边的皮肤 它是没有角质疼的 对 这个我们手上皮肤 是有角质疼的 没错 所以呢 它角化的不完全的 最爱得 因为它更新换代最快 一旦破坏呢 跟不上 就是修复跟不上破坏呢 就形成溃疡了 所以呢 这些部位都常见 相对来说 这个上颚会少一些 对 然后呢 这个颚侧的牙银会少一些 但是两侧 夹侧外面容易多一些 那像那个 无情仨腮巴子里边 这一块容易长 这个是多一些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舌头能舔到的地方 都容易长 对 舌头容易舔到的地方 都容易长 舌头自己本身也容易长 舌头上 刚才是谁舌头上也长 我舌头上也长 舌头 我两侧 要舌尖上长 老师讲舌头上 好像就是比较少 还是说比较多 也很多 也很多 只是说 相对于唇甲黏膜 稍微少一点 但是会比这个额侧的 要多很多 因为溃疡发病 是不是说绝对的 它哪都能长 只要在嘴里都可以长 但是那个口腔溃疡 我觉得除了喝冰的 那种白水以外 任何对它都是刺激 辣的酸的咸的 咸的好像还好 特别是烫的 我的妈呀 那一劲再发 我爸爸试过一个方法 就是他说了 他口腔溃疡好不了 用一招 他三天就能好 就是买那个高度的白酒 喊一口 那个酸爽度 但是他三天就能好 他说这是刺激杀菌 这样科学吗 这个实际上不太好 好的 这个方法很明显 被老师pass掉了 对对对对 老师今天会给我们推进 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 来预防 或者是治疗 这个口腔溃疡 当然了 我们不光要知其然 还有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会引起口腔溃疡 老师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口腔溃疡 它的这个耗发部位 那具体 这个口腔溃疡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 我们口腔里呢 你给我们讲讲原因吧 口腔溃疡的致病因素呢 有很多 多数原因呢 是因为疲劳 内分泌 紊乱 还有呢 就是免疫异常 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 就是挑食 这些呢 都会引起口腔溃疡 还有一些呢 因为过度的劳累 还有情绪紧张 都会导致口腔溃疡 因为它的致病因素非常多 综合的作用 才会导致口腔溃疡 那我想问问各位了 平常你们得了口腔溃疡 你们想要让自己好得快一点 你们会用些什么方法呢 很多妙招的 厨房里面样样都是宝 常常与生活打交道的人都知道 蒜 蒜有什么功效 杀毒的功效 那它长了口腔溃疡 就证明你嘴巴卫生不好 有细菌 这个时候把蒜包开 切成片 然后敷在窗面上面 哎呦 我感觉跟我那个白酒 其实差不多 就是刺激它消毒 对 我就用蒜来消毒 这是胖胖的方法 我走的路线比较温和 因为我受不了我爸那种 喝一口酒 我太难受 我用蜂蜜 我觉得它有营养 而且比较滋润 清热 我这儿已经受伤了 对 我需要就是让它温温的 舒舒服服的 能够帮助它愈合得更快一点 我觉得他们这个 都是属于食疗吧 我不知道到底效果怎么样 但是至少是要很长的时间 才管用 我觉得如果遇到口腺酷疑 就吃药 就是用药就完了 我觉得如果吃我的话 我就用 比如说口盐清颗粒 上面写着 因为我们口腺酷疑 就是上火了 这不是滋阴清热 解毒消肿 用这样的药 直接就吃进去 不就好了吗 清热解毒 所以有用民间方法 直接就是 吃什么生姜 大蒜 从厨房里 去拿这个宝贝出来 也有人选择用药 来进行治疗的 那老师 这个口腔溃疑 它能够像感冒一样 反正喝水 时间长了 它这个 也许会自动地恢复 那口腔溃疑 它可以自动恢复吗 有一定的自愈性 有一定自愈性 一般来说 你不去干预 只要生活规律 饮食正常 然后补上维生素 它应该在七八天 就能够恢复的 疼个七八天 确实也够能用 但如果你觉得 实在是太疼 受不了的话 还是得用点药了 心药会快一些 应该用一些药 用药肯定是会 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我觉得蜂蜜 也是不错的 但实际上蜂胶更好 蜂胶的作用 会比蜂蜜效果更好 因为实际上 蜂胶本身 就是一个动物的 免疫的质机 它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会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蜂蜜和蜂胶 有一个特点 不太适合儿童 因为里头含有一定的 激素类的东西 所以要注意 孩子不能用 明白明白了 还是应该咨询一下医生 我的 怎么处理 大蒜 大蒜 大蒜呢相对来说 就差一点了 它的刺激性太强了 太强了 就跟白酒一样 它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但是溃疡呢 多数啊 它形成的激励 还是因为局部的免疫异常 对 所以呢 局部去杀菌刺激它 并不一定能让它加速于 老师呢 今天也告诉我们大家 像口腔溃疡的话 其实虽然它有一定的 这种自愈性 但是我们最好是 能够再缓解疼痛 或者是缓解症状 可以适当地用一些药 或者是一些 养生的一些中药材 是吧 是是 那这样 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一些 日常可以用到的代茶饮 来告诉大家 怎样让自己 更快地恢复健康 好 推荐了一款代茶饮 对我们缓解这个口腔溃疡的 这个症状 会有一定的好处 是吧 对 是什么呀 这个是麦冬 咸生 甘草 天冬 和金银花 这些东西呢 放在这个水里泡水喝呢 替代茶饮 下火的 金银花我知道 金银花是下火的 对 麦冬也是 这个不对 麦冬呢 并不是去火的 它是滋阴的 因为呢 这个人现在得溃疡 很多都是虚火上来的 那么比如说 晚上睡觉很晚 他就伤了阴 然后呢 需要滋阴 那么呢 在滋阴配合下去火 这样呢 会比较 一个是适应人群更广 对 还有呢 比较温和 不会造成呢 有些人反应是亵渎啊 或者去火去得厉害了 出现其他的寒了的症状 哦 所以说其实您所推荐的 这个药的这个配物 主要是它的这个适应人群更广 对 然后更加温和 温和一些 所以那第二个这个像就是 咸身 咸身它的主要的这个效果是什么的 也是这些呢 都是滋阴为主的 哦 这个呢 金一花 以去火 哦 边薄边去火 对对对 这样呢 就温和一些 不容易导致人呢 就是因为去火 导致泄肚啊 其他的表现 其实这个不仅 我觉得可以治口腔溃疡 好像对于咱们主持人也好啊 播音员也好 也很好 很好 有润嗓子的效果是吧 对对对 它是比较滋润的 所以呢 就更温和 哦 等于说这些都是滋阴的 然后这个是去火的 去火的 对对对 因为滋阴以补为主 所以说它的适应性更广 对滋阴消渴 然后去火 哦 配合起来 效果就更好 甘草就是消渴 哦 是 所以很棒 刚才我看了这么多的中药材 我对照一下 我刚才拿出来这口炎金颗粒 这不就是上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吗 你说说说看 麦冬 是吧 玄参 然后甘草 天冬 山荫花不就是那些 那我们要是觉得太麻烦了 我们就直接口服一些这种中程药 没问题 没问题 像这个呢 比较安全 孩子也能用 对 就像老师刚才 小孩可以的 这个小孩可以的 对对对 因为它里边其实下火的药 其实也就是这主要是 对对对 而另外的是以滋补 对 它就比较温和 同时也比较滋热 那倒也是 这种带妆 带起来方便 随时就冲泡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老师呢也推荐了这么一款代茶饮给大家 对 如果说这个平常喝茶习惯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也可以选用一些中程药 然后呢当您这个炎症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来缓解自己的症状 你这是身体不舒服 牙疼 我跟你说啊 还真不是牙疼这回事 我前两天跟胖胖红羊他们去吃那个重庆火锅 哎呦太香 太好吃了 你知道吗 它有牛油的 特别香 但是吃完了以后就上火 很快我这边我就口腔溃疡了 大家都知道口腔溃疡不是病 但同时来特别要命 我现在一说话 这个溃疡在我牙上磨 特别难受 而且我听说这个溃疡 就是严重的话 它有可能会转移成癌症 千万不要小吃它 所以我觉得一会儿瞎了班 我去医院看看你 哎我跟你说啊 这个确实啊 吃辣啊 咱要有节制 嗯 防止它上火 而且这个口腔溃疡 对于咱们来说 咱这是什么节目 养生厨房 养生厨房 咱们在养生的同时 要给您普及很多知识 嗯 所以我觉得来到养生厨房 咱们用美食就可以把您的病状给它缓解 这个口腔溃疡 没错 别去医院了 看养生厨房 咱们用美食来缓解你那个病状 怎么样 好 那今天我们吃什么呢 那今天呢 咱做一道金钩玉排 哎呀 这个名听起来好大牌啊 对 你看我这用到的是什么 丝瓜 是 海带 海带 而且咱都知道 这丝瓜当中 富含什么 维生素B 维生素E 它有很好的缓解这种 口腔溃疡的症状 功效 明白了 我是听说 说这个口腔溃疡 就是用维生素B和C去制它 那今天的食材当中 都含有这些 来咱们赶紧开始做吧 具体能不能治 咱得是吃过美食之后 咱们再减分小 好 我得多吃一点 对 另外呢 我知道这个丝瓜 对我们女性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喜欢白皮肤 它可以增白我们的皮肤 而且呢 能够去消除一些斑块 让皮肤感觉很洁白 很细嫩 然后丝瓜 还有这个美人水的美成 那丝瓜呢 咱给它去皮之后 把它里边这比较嫩的 这个芯去掉 防止它在烧汁过程当中出水 就是把那个瘤去了 对 然后呢 给它切成这种骨排块 就可以了 或者您要是饭懒 就直接滚刀块 也没问题 好的 另外呢 这里面 你看我给它搭配的是海带 那海带呢 是天然的这种鲜味的来源 那咱都知道这个味精 就是从海带当中提炼出来的 所以今天这道菜用不着味精了 对 用不着味精了 那在这个丝瓜处理的时候呢 首先在水当中要加入一些盐 加入适量的金胚玉米油 那加入油和盐 它目的是 一是保持它脆绿的颜色 二呢 是让这个丝瓜的口感 更加的细嫩 嗯 好 那丝瓜直接放入水中 简单的焯烫 海带同样呢 进行一个焯烫 其实海带也有特别丰富的营养 像中医就认为海带呢 杏味咸寒 具有这个软煎 散结 消炎平喘 以及通行沥水 还有去脂 降压的功效 所以血压高的什么 也可以多吃一些海带 来平时养生保健一下 好 简单的焯烫呢 把它捞起来 我看你也就烫了20秒 对 你看这个 始终是保持一个翠绿的颜色 真好看 难怪叫金勾玉排 绿排 绿排就是指这个丝瓜的这个 颜色 颜色 金勾是什么 金勾呢 一般指的是海米 也叫开阳 但是呢 今天这个金勾 咱选用的是鲜虾仁 鲜虾仁 是个钩子 熟了以后就是金色的钩子 对 这个丝瓜焯完之后 一定要用清水 简单的一个浸泡 这样呢 第一 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 第二 通过这种冷水的冲泡 可以始终让它保持这种颜色 物色 嗯 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布料 四个海带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处理虾仁了 处理虾仁 那同样呢 还要加入适量的金胚玉米油 把这个虾仁的水分给它沥干 好 油呢 给它烧到这个四成热左右 也是低油温 下入这个虾仁 嗯 那这边呢 来一碟姜末 姜末 嗯 我们在炒虾仁的时候放姜末 嗯 因为咱都知道这个海产品 它有一定的良性 嗯 所以呢 加入适量的姜 可以中和它的良性 哦 所以就是 有些女性体质是很寒的嘛 对 比如我就是 啊 加点姜末 咱们就不会吃得那么寒凉了 对 加入适量的姜末 姜末加入之后 让它煸出香味 嗯 烹入黄酒 哇 加入适量的清水 这是想让它再焖制一会儿吗 嗯 这个你看啊 这个 汤汁现在已经变得 乳白色 浓稠了 嗯 香 好香啊 下入丝瓜和海带 这个呢 就是让它有一个 烧制的过程 嗯 那在这里边呢 要调入适量的盐 它是一道很清淡的菜 嗯 嗯 只需要盐 稍加一些白糖 好 和味增鲜 就可以了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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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道菜看上去 也是做得特别快啊 而且金钩玉排 金钩指的是虾米的颜色 玉排指的是丝瓜 丝瓜 金钩玉排 一 丝瓜去皮去瘾切块 海带切片后一同下锅 超烫片刻后捞出 二 丝瓜过凉后与海带一同摆盘 少有起锅 虾仁去除水分后下入锅中煸炒 三 用姜末 料酒 盐 糖 胡椒调味后 烧制片刻 出锅即可 一份清爽美味 又辅助治疗口腔溃疡的金钩玉排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这个金钩玉排这道菜 好大说在养生厨房里教给大家的 应该大家都学会了 因为不太难 而这道菜中富含的维生素B和C 能够有效地去针对口腔培养 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可能现在生活好了 大家都更愿意去吃肉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蔬菜当中 去摄入维生素的B和C的含量 才是最高的 那么希望大家平时呢 就要注意自己的养生习惯 让自己 折出维生素B和C的 马上一监 每个人都跑了 我们下一个人 那些人 我们下一个人